大家好,今天是8月10日星期四 今天是早上,这几天早上下雨了 先录下,今晚才会播出 我们看到前两天,上星期已经判了另外五位在2016年初的朗豪荒鱼弹架务里面 另外五位有三位判了三年监 我在D100的桑普和陈建文的节目里面 在另外一个节目里面,梁天琦是哭哭的 觉得累了这帮年轻人要坐牢 大家应该都记得陈建文是谁 陈建文是占中三子之一 我们今天想说一下,究竟为什么 他在节目里面说,社会上要想一下 为什么造成鱼弹革命 令到这么多年轻人要入狱,坐牢,留案底,前途尽位呢? 是陈建文说的,要社会大家反省 今天想说一下,为什么会令到有鱼弹革命呢? 这个题目也挺长的,但是 开始一定是由占中开始的 那占中三子是谁呢? 所以陈建文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想说一下,判决就是说 总共有五个被起诉,有两个罪名不成立 两个罪名不成立就是,看报导 我看不到的影片,可能只是拿着手机 拍到的影片,只是拿着手机 或者拍到的影片,他们只是拿着罪 没有订罪,没有足够证据 证明他们有参与这个暴动 这个暴乱 另外,这三位里面有两个判入狱三年 有一个因为不够二十岁,应该是十九岁 所以法官就给他资讯,就是入教导所三年 应该是不用留案底的 其实这个... 陈建文是没有资格说这些说话 没有资格说这些说话 梁天琦都没有资格哭 为什么呢? 问题就是他们今天都不知道社会出现这个问题 问题起源在哪里 起源就是他们用了一个不正确的方式 传递了一些不正确的思想 给年轻一代 占领行动如是,救污如是,水货如是 令到年轻人,当然很多网台主持都有责任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觉得暴力抗争是没有问题的 总之有人骂一下,有人赞一下 有蓝丝,有黄丝 又不是只有蓝丝,有黄丝 也不是只有黄丝,也不是只有黄丝 也就是不错了 这些人在背后做的事情 或者在台前做的事情 其实很多给年轻人一些错误的观念 当然 很多人发现在一个鱼蛋革命里面 其实里面有很多社运组织的人 但很奇怪,社运组织的头头没有被抓到 现在被抓到坐牢的人,我们都是不懂的 不懂的 你没有看到梁天琪扔砖? 他不会的 你没有看到陈建文扔砖? 不会的 他们只是去坐牢,甚至走一转 现在出来的有很多不同的人 即是有些猴子老鼠 有些扮好人 有些推卸责任 很多都有 有些突然间说和理非 即是陶君恒 蕭若元 黄毓文 很多都突然间说和理非 但当时他们不是说这些事情 占终之后他们不是说这些事情 占终之后他们说我们要暴力抗争 我们不站出来 政府就不会屈服 但现在就说其他事情 其实我觉得 你说我是一个冷血的人 我也是说这句话 就是说 这群人 他们自己有很大的责任 因为他们已经成人 他们可以拿到很多很多社会上的资讯 为什么你这么狠狠去扔砖 那些警察有什么得罪了你呢 你扔砖就去政府那里扔吧 你扔砖就去政府那里扔吧 你扔砖就在朗豪方扔警察做什么呢 对不对 还有一件事我说过很多次 有些法官难辞其咎 大部分的法官 其实你看到他们都是 倾向于政治 所以对他们很轻判 这次也是 因为三年暴动局来说是最低的 最低的 而这个19岁的 甚至判他入教导所 但是法官 有一件事他们是不知道的 就是说 我们那时候已经说过 没有这件事 我们已经说过 始终你这样判 慈母就多拜仪 你这群人就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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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判三年了 因为特首定性做暴动罪 他现在还是判起标 你看到法官 对于政治争论的议题 他判得越轻越好 甚至有些是社会服务令 他倾向于不判的 很清楚的 我们看看后面的章 被判三年是最低消费的 我不觉得他们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你出来的 老实说 你坐三年而已 你不是七到八十 你二十多岁坐三年 你有案底 那有案底又怎样呢 你仍然可以做一个有为的清廉 但我在这里谴责很多网台 为什么不传递一些正确的讯息 给年轻人 我们要对不公义的事出声 但是不是用暴力 大家要明白暴力 解决不了问题 你背后用钱去收买一些人去说 始终最后都穿崩了 为什么网台不出来教育年轻人呢 你们这么有知识 这么有资讯 你们这么有 像D100那样 甚至一样东西 他根本就是有钱 有知识 有经验 什么都有了 为什么还要传递这些信息出来呢 梁天琦 硬烟 硬什么烟 对不对 梁天琦硬烟的原因 是因为 他死定了 他现在被警察加控多条罪 他一定是判五年 这些没得走 四五年是最基本的 梁天琦 你为什么还要说这些负面的信息 找一个占中三子上来说 你想说什么呢 这些坏的信息 为什么还要传递给年轻人呢 对不对 你当他们傻 当他们愚蠢 现在的年轻人 大家很清楚 在这次鱼蛋革命里面 你也看得到 19、20、21 他们不懂 他们分不了是非 我不信 背后那人给一千万 他跑出来扔砖 不会的 我当你收几十万 值得吗